我们刚刚讲到 先前这南投的大雨 确实在这边造成很多灾情 目前整个救灾工作都还在进行当中 而这位南投县长许淑华 他要特别感谢几个人 第一他讲了 他说什么 他说真的要谢谢台中 特别是卢秀燕市长 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当时是在整个大雨过后 深夜大概11点多的时候 他在群租里面传 说我们需要75步的重机具 因为要救灾 那当时他讲 他整晚没睡 他看到一点多的时候 突然有人回讯息了 是谁 是卢秀燕 卢秀燕告诉他说 我们台中全部都可以支援 当下他真的心里头觉得 眼泪都要掉下来 太感人了 整个过程当中 目前救灾持续在进行 他说谢谢啦 中央现在真的 又比较帮忙了 但是大家一直在问 说可是过程当中 我们的行政院长 陈建仁一直讲啊 说你SOP没做好啊等等等 他不得不回击 他讲 他想问的就是 当时呢 上午还在下大雨 雨震大的时候 开始要出现灾情的时候 到底为什么 我们的中央应电中心呢 在中午的时候 紧急就把它给撤掉了 如果你那个时候没有撤的话 是不是你整个救灾 整个撤退的工作 能够更加的顺利呢 中央这边也讲啊 你怎么这样讲 我们酸你没有SOP是正常的 因为其实呢 在3号下午的时候 水保局就已经有去 跟你们相公所讲了 要赶紧撤离啊 你们怎么不撤 许淑华他的讲法是说 可是当时水保局 他们这边的南投分局长 晚上还在跟我们的乡长 一起吃饭呢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 水保局长有贼家 他都觉得没什么事了 那大家当然就不会觉得说 要立即撤离 有这么样的危险 会造成这么样严重的灾情嘛 谁知道 给一个晚上之后 突然之间猪羊变色 中央又不搭不理 甚至呢 陈建仁还酸 说呢 你们现在是整个SOP不对 甚至这个县市政府 没有上心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基本上很多人都无法接受 李鸿源他现在也跳出来讲了 他说其实啊 救灾有SOP 救灾的重点是什么 是指挥官 指挥官是谁 指挥官是天下第一部 内政部长啊 他就想问内政部长 人在哪里呢 然后你行政院长 又去这样子酸地方父母官 真的很不好 而且呢 过程当中 民进党其实现在已经把它变成 有一点点的政治话题了 他强调的是什么 他强调的是 为什么难投这一次会这么严重 是因为你们前瞻治水计划 连七个批次 你们自己都不提报啊 过往你们提报了1.67亿 我们给你1.61亿 经过通过的比例高达96% 所以呢 现在很明显的就是我们不分蓝绿 但你们自己不够努力 只是真的是这样吗 讲到前瞻补助计划 现在陈建人就讲啦 说我们建设台湾本来就复分蓝绿嘛 而且他想要告诉大家一个概念 他说我们不是看颜色 不是分胆派 我们看的是什么 是谁的资源比较少 我们就给他多一点点 所以呢 应该是用这样子一个逻辑跟眼光 来看整个城乡建设的经费分布 好 如果是他的这样讲法的话 那我们就要问啦 现在这个前瞻第三期的特别预算 谁第一名高雄1265亿 跟第二名的这个新北市927亿 你如果看算看落差是有多少 更不用说台北市 台北市现在只拿到184亿 不但六都垫底 嘉义屏东云林甚至都还赢过他 大家却想问到底用陈建人的讲法是 高雄现在是乡下吗 你承认一直以来都民进党执政 绿到不行的高雄是乡下吗 那到底为什么绿民进党执政这几年 他一直还是乡下 我们也想问这个问题啊 绿能你不能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昨天也有一个新闻 就是88会馆的这个负责人 郭哲敏回到台湾之后 昨天已经被羁押禁见了 现在有人说这个案子 因为他们还传说有内障 这个内障里头据说牵扯到了很多高层 我减掉高层 如果真的查下去的话 张思刚讲说会动摇国本 但是他还讲了 他说有一个时间 主要带你拉开来看 他强调2020年3月的时候 当时郑文昌跟郭哲敏在88会馆见面 然后同年的11月 郭哲敏就花了5.5亿元 买了一大片的土地 而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 其实中央这边已经有讲了 这个路线从这里走 需要研绎 所以以中央出来的这些公文 很多人都认为说 可能路线还会改变 但他就5.5亿给他开下去 后来即便陶渊市府这边 也有讨论说 要来看看设站的必要系是否足够 可是在隔年 郑文昌就马上指示 必须要赶紧来确认 后来有移 移的什么 移的380公尺 移的比他买的地又再更靠近一些些 所以张思刚就想问 照这样子的一个政商网络查下去 是不是最后真的会动扬国本 真的会冲击到郑文燦呢 郑文燦其实他就回应了 他说去年选举的时候 相关的事情他都已经讲过了 他认为要讲 要有证据 必须要查明 否则的话 他一定会提告 一定会有动作 可是呢 现在大家也要讲 当时在他任内的 这个桃园羽球场天花板 他这整件事情 现在检调这边 他们也有查 那同时的经常院这边也有查 那也都提出了一些指证 那到底郑文燦 你有没有去查明 你现在有没有理解 当时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徐晓星告诉你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都是瑞柱营造呢 昨天台北市下大雨发现了 瑞柱营造他们呢 在做的这个斯文里社宅漏水了 北流瓷砖都说也是瑞柱营造 所以游淑惠也说 像这样的营造厂 到底为什么 到处可以拿到政府标案 国民党呢他们的讲法是说 他们曾经指控啦 说瑞柱的前董事呢 曾经在郑文燦的当新闻局长任内 当机要秘书 虽然郑文燦已经说了 说呢这个时间非常的短 不能随便影射 但总是有过这样子的一个交流 一个过往 会让大家在这一连串的新闻当中 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甚至呢也会被拿来做文章 当然啦都希望 这些事情如果真的没有的话 尽量把它说清楚 因为大家想知道的就是一个真相 我过头来请教旺哲怎样来看 现在许淑华他是直接的讲 过程当中他要感谢很多人 当然他也感谢了郑文燦 他说郑文燦其实第一时间 接到他电话之后 马上支援 调度直升机等等 很谢谢郑文燦 副行政院长的帮忙 可是他最感谢的 其实是卢秀燕 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南陀的灾情 能够找到贫富的 那些灾民赶快可以恢复家园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其实我看到卢秀燕跟许淑华 这条新闻 其实内心真的是满感动的 为什么 因为这才是同岛一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哪个县是发生灾情 我们就是应该不分彼此的 去协助对方 这才是同岛一命的真谛 那今天谁做出来了 卢秀燕做出来了 民进党之前喊同岛一命 喊那么大声 结果你真的有做吗 没有 民进党的行政院长在揶揄 揶揄南投 还在分颜色在救灾 可是卢秀燕你看 半夜深夜11点多一点的时候 还在群組讨论要怎么救灾 请问民进党的各位官员们 你这个时间点是不是睡觉了 很明显 今天半夜11点还在讨论说 我需要这么多75步狙击 不是5步 75步 卢秀燕直接霸气的说 没有问题 我直接帮南投忙 这是为什么 因为台湾所有灾情 是不分彼此的 大家都是一家人 卢秀燕这次表现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让人家非常感动 是为什么 是因为你没有在因为 县市的资源来做 我到底要不要帮我 我没有其他考量 现在是救人要紧 救灾要紧 所以你不要再搞这些政治动作 现在显然民进党 还在搞政治动作 民进党有没有像卢秀燕一样 这么霸气说 我所有资源全部先下去南投 先去救灾为主 没有 民进党在做什么 吴立华在那边推车 帮忙国军弟兄推车 大家排排站拍照 蔡总统到南投去的时候 先听简报 说简报做得不错 你自己也没在头盔 你在一个地方跟大家拍照 照片都是你本人为主的照片 对比这个许淑华 我说真的 这一阵子许淑华真的辛苦 你看他脸书上的照片 他都是向国军弟兄 跟这些救灾弟兄 表达戏意的为主 跟蔡总统的照片的呈现角度 是完全不一样了 谁在作秀 很明显 今天这些国军弟兄 跟救灾弟兄才是英雄 根本不是你中央政府 这些官员才是英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话说回来说 陈建仁为什么要讲这种话 陈建仁就是跟苏贞昌学坏 就是这么简单 要不然就是他本性坏 你怎么会讲这种 这么冷血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考量的点是什么 现在考量说这些灾民 到底还有哪里需要 这是我们 现在我们这样坐在这边 大家可能今天礼拜六 还可以去外面逛街 这些民众体会不到了 现在灾民是水深火热 他们可能连晚上能不能有水喝 有没有电可以用 都是问题 更不要说用网路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南投灾情 是必须要全国团结一致 去好好把它整顿起来 让它平复家园的 这时候真的不要在分什么颜色就证 我就问陈建仁还在炒前瞻 还在说他没有用颜色 颜色来分这个预算 我就问谁家的旁边 渔港有81亿了 你家有吗 没有 那为什么就前阵渔港有 摆明就是看颜色在分 所以你有什么话好讲的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真的不要再炒这些东西了 赶快先来全力 先把南投的救灾救好 再来谈下一步 是 来 菲老师 我们回想2009年 八八风灾小泥村 是 大家印象深刻 小泥村埋了多少人 当时第一救灾 当然中央 那时候中央政府是 马英勇当总统 但我记得台北市 新北市大量去救援 人力己力绝对不能分蓝绿 刚才主持人 你有分析 连水利局的人 他们都开始撤了 这是天灾 剩下你曾经人 你当最高行政首长 应该是要去 我要怎么样去赶快投入 协调中央基居要进场 协调周遭的县市 全台湾其他21个县市 大家如何去帮南投的忙 而不是在那边看笑话了 你都没有准备了 咱俩高雄比较好了 这不叫分蓝绿 这叫什么 真的 我到立法院19年 我看行政院长 讲话最恶劣的两个人 一个叫苏贞昌 第二个就是陈建仁 陈建仁 你不要看他人模人样 居然讲出这么恶毒的话 我觉得他不配 连个做人都不配 我讲实在话 你是最高的行政首长 你手上又拥有多少行政资源 应该是协调赶快去救人 你还在那边讲酸话 讲风凉话 讲不是人的话 这是很过分的 东央到底有没有分蓝绿 你们的资料里面讲 我就念给你们听 高雄一百 前瞻一百 一千两百六十五亿 新北市我们这两个对比 新北市九百二十七 你知道人口高雄多少人吗 新北多少 新北四百万人 高雄大概两百六七十万人 是他的三分之二 高雄是新北是三分之二 可是这个两个数字 是颠倒过来的 预算 预算的 还不只是他的二分之三 我们再看 还有一个数字 这个里面没有提供 政府剥了一千两百六十五亿 给高雄 高雄还有配合款 你知道配合多少吗 配合在九百亿 新北市给他九百多亿 你知道配合款要多少钱吗 一千四百多亿 我们还要看一些妹妹杠 难道这里面没有蓝 没有绿吗 我们讲前瞻台湾的渔港 通过两百九十九个 前瞻渔港要三千 给三千万 给八十亿 两百七十倍 那其他的渔港 其他渔港 难道不是渔港吗 我们真的是平常话 大家不太愿意讲 希望台湾每个地方都好 每个人都富裕 但是陈建仁讲这话 让真的激起了很多人的气愤 来 王慧伟 我想这个简单讲 他们分颜色是非常明显的 不管是从这个中央前瞻 讲六都就好了 高雄就拿掉 占整个比例三分之一 大家可以去算一算 这一次的救災 我非常同意刚刚菲尔讲的 陈建仁平常看起来 非常的温和 但是他这一次 在救災的时候 讲出这种话 其实让人非常的伤心 你是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长 不是民进党的行政院长 这件事情是你要搞清楚的 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 从921开始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同理心 就是全台湾的民众遇到这样的灾害 没有人在分颜色 帮我们党 我们也是到处赶快去 募集物资送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民进党政府 你不要这样做 最后我想要花点时间来讲一下 这个郑文燦 跟着郭哲敏的 这个爸爸会馆的事情 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也追满久 晚会上任以来 其实我在第一次总咨询的时候 我就有问这一题 当时郑文燦副院长坐在那边 他有突然怕一条 这样想说怎么突然被Cue到 但是因为在总咨询的时候 他其实是可以不用上台 被询的 我当时把这件事情再讲一次 虽然他在选的时候 他都否认 好像还去告了那个议员 但是我就跟大家报告 我持续追踪的结果 因为是刚刚讲这些那种 当时我大概有讲过 简单跟大家报告 就是行政院原来的专业意见 所放的那个位置 现在我们的张市长 张市长不是他就把他就是移回原来的这个地方了 原因是什么很简单 就是郑文燦跟这个郭哲敏之间 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关系我不知道 但是他把这个位置移到一个非常空旷 都是农田的地方 那我问王国财部长 他说郑文燦副院长可能是因为 未来土地开发的愿景 来做的这个暂体的这个移动 就是其实就是土地裂地 有没有这样子 大家可以继续 我们会继续追查下去 简单讲 现在我们的张市长 他已经把他移回行政院原来评估 专业评估当中 大家认为适当的位置 但我就要问 郑文燦副院长 你在做这个市长的时候 为什么你要把暂体 从一个大家专业评估 不觉得可行的地方搬到一个很空旷的地方去 到底是为什么 好 到底这些疑问 大家不能问吗 因为其实郑文昌市长他有讲 就该讲的我都讲了 另外如果真的在乱讲的 我们会告 好 那我们也希望 如果大家提出这样的疑问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能够获得 更全面的一个解答呢 好 我们先进广告 我先进广告 解答 我先进广告 我先进广告 就可以了